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位置一定要找准 一般会犯错的是怎么样 它会比较靠外侧 这是我常常在教学发现的 就是它会 我说的悬崖断壁 放了它就会掉下去这样 比如说我这样放 然后它就会想去顶人家 因为它错就想去顶人家 那如果正确是怎样 好 它放 不会掉下来 那就很自然的 那我们第一个 因为我们所有的动作 都是不想用手肘去揉人家 那个念头都没有 它只是一个工具来回的工具而已 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怎么样 身体 身体来决定力度 好 所以 我们对于肩部又这么敏感 我们 为什么要用这里 就是怕尖尖去顶人家 然后它 力量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手 你看 放下来 但光这一个动作很多人就做不出来 因为很多人都想 好 当你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你手已经僵硬了 你手准备去揉人家了 那个其实是错的 那个揉起来都是蛮力 人家也不输 所以它是很轻松的放这样很轻松的放下来 那放下来之后 你手可以 这样来回 稍微幅度大一点 但是有些人为了表示他手很松他就故意 有没有 这个不是啊 这个在我感觉就软垮垮的 这个是原始点不允许的 你不要表现出这种好像 甚至有人在揉也是这样 为了表示他手很柔软 他们有时候在揉就会这样 有没有 那个都不好 那个 其实原始点它软中还是有带印 不能让人家有软垮这种感觉 那这样看起来就好像很没精神 然后松散的感觉 这个不好 好 那到这里的时候 它自然会碰到骨头 碰到骨头之后 那你怎么办 很明显的 你在 这里站姿 最好不要站到这样 事实上你这里 这样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站出来比较容易 如果稍微不慎 然后也会把自己怎么样 夹死 因为我们说这里 一定跟这里要有一个怎么样 距离 所以我们不他胸的原因也是这样 把自己距离缩短了 就有一点夹死 所以这里缩回来 就是让自己还有一点空间 你这样感觉 那个力量是身体在压它就好了 而不是手在压它 手指是一个固定工具 好 这样 好 那我们手可以稍微扶着 没有问题 好 就是这样 好 那这里记得要缩回来 也就最好不要伸出去 伸出去就一定会压人家 好 这样 肩部原始点 一定要以跪姿 好 那如果要揉的时候 这个手抬起来 那身体 往下沉 它就放下去了 好 这样 不用出力 除非 患者 长得很壮实 你才用这样 然后尖尖的顶 要不然我们不是用尖尖的顶 我们是用尖锐的旁边这一点 然后就只要放下去 那放下去幅度够大 它就可以揉出来了 而且根本不用力 好 如果揉到 这里好像碰到骨头了 下面有骨头的味道 那这样身体就要开始怎么样 转 转 一般这里肩对过来 对你的脚 尽量不要超过去 然后再来手 缩回来 掌心向内 一般这样也容易出差错 掌心向内 然后 这里不要靠过去 靠过去 你 这里就没有办法处理 一定是怎么样 这样 离开你的身体 这个比较特殊 这个比较特殊 所以你这样才有办法做 也就是 你离开了身体 那直接把它 压 压 还有 往外 顶 这两个 往外靠 还有下去 往外 往下 的力量 那就把它顶死了 是这样固定 固定之后 你这个掌心还是向内 然后 顶住了之后 你的手只是来回而已 前后来回 前后来回 这样就很轻松的就可以做出来了 好 这是最后一点 那一般容易犯错的就是 他一般到了这个转 转点 他就 靠过来 靠过来 身体就没有力 所以 他应该不是靠过来 而是 靠 身体没有靠过去 但是是手 手往外 往下 顶 好 这样动作才是对的 那 这一边容易犯错的是在哪里呢 一般 都想顶 所以一开始就 这样 还有放的位置 一般都放到比较外侧 所以 一定要 放下去 然后身体 往下沉 这样的力量就 就出来了 好 那 他只是前后来回 也是一样 那因为幅度 也稍微大 他这样幅度稍微大 所以你即便放的稍微有错 但因为这样经过来回 前后来回 也可以揉出来 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 最怕的是 你当你放下 哎 却放到 这种 斜下来的时候 你不自觉 然后就只能变顶了 因为太外面了 这就无法补救了 所以一定要放到上面来 那这样 这样才能够前后来回 放到太外侧 哎 这里你只能变顶 那这种一定是位置错误 而且患者会比较容易痛 好 所以这样 因为他这里比较敏感 这里比较敏感 一般揉法 我建议是轻 那轻先用 轴 轴尖的下面 不要用去顶人家 从身体靠 这里 这里重点 这里肩不一定要对胸了 这个是例外 因为身体在 他只要 这里能够顶进去 靠 靠 然后顺便顶 这样就对了